安平桥畔 滑四海 歌如潮 一阵阵的锣鼓声 一阵阵的唢呐声 从亭台水泄间传来 这是安海镇退馆会 安海镇退馆会 安海镇老年学校 识音研习班的学员们 在演奏识音 其乐融融 好一派 古运新风的和谐景象 相传唐明皇梦游乐宫时 听到咸乐乐儿 甚为喜欢 梦醒后 追忆弦乐 就令宫中的乐宫 技术并演奏 即形成拾音 固有天子传音之欲 安世之乱 中原的黎民百姓 以及原来宫廷的记忆人员 纷纷纷的音乐宫 纷纷避入闽南 同时也带来了中原盛唐时代的曲异音乐 石音开始流传在泉州的城乡 安海石音在清末较为繁荣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车 据史料记载 民国时期 安海石音最有名者为敖山镜和仁寿镜共同组织的圣宿和石音社 聘请王阿湘为教师 这是早期比较正统的石音社 此后靖德靖 西安村 星塔村 也相继组织了石音社 并有专业的石音艺人 传授了各种乐器执法和曲谱 安海石音 均为上辈师傅传承 较为完整的保存原汁原味的古乐元素 体现出鲜明的华夏民族南北地域文化交流的特征 发掘 抢救和保护安海石音 古为金用 对丰富和完善泉州音乐史乃至中国音乐史都有积极的作用 对开发海峡西岸的旅游资源 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提高全民素质 构建和谐社会 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安海石音 是由北管系统的管乐 弦乐 打击乐 等多种乐器组成的合奏 石音在流传中吸取了外来的诸多曲调 逐渐成为独立的地方乐众 其通俗民快 节奏热烈 是闽南民间音乐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是继南营之后 泉州地区 优秀民间音乐文化的遗存 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灿烂的阳光 欢乐的气氛 石音演奏的烙鹿阵头 是闽南节俗文化活动的重头戏 石音可边演奏边行走 也可以定位演奏 在闽南乡土音乐中 独具一格 民间普遍使用于节庆的仪式 或迎神赛会 红白喜事等 非常的热闹 据传 石音曲谱有四百多首 闽南戏曲中的高甲戏 打成戏 歌仔戏等剧种 吸收了石音曲牌 加以演绎 而丰富各自剧种的音乐内涵 在石音精通的基础上 再加上同音伴唱 被乡人俗称为小唱 所唱的是一些通俗歌曲 如雪梅歌 三千两斤等 而三千两斤则被称为曲舞 一九四九年前后 安海当兴静 西仇静 五代村等 都有小唱 且盛极一时 而新塔村 以老一人 五聪明 黄红墨 郭锡谋 为代表的石音社 传承时间 较为久远 声名狭尔 如今 因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 原来的表演市场 随之发生转变 石音的展示平台 日益减少 随着有一定造诣的老艺人 逐渐的淡出或过世 再受观念的制约 宾为状况 十分突出 2010年9月 在安海镇文化中心 安海镇退休职工管委会 及安海老年学校的 重视与支持下 成立安海老年学校 石音研习班 2012年 安海石音 确定为全州市 宁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展示地 2013年 被列入 静江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年以来 石音研习班 积极开展 宁南文化进校园活动 在安海百年老校 西域小学 正式成立 静江市首个校园石音班 并成立 以校长 亲任组长 校内外 接任老师为成员的 传承小组 将船长工作 纳入学校的工作计划 新火相传 发扬光 安海是歌舞的海 安海是音乐的海 在这片春暖花开的热土上 孔子那一句文乐 以观民风的教会 插上了石音的翅膀飞翔 必将奏出永远的美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